暑假期間補強排名名列前茅的洛杉磯胡人 開季的表現只能說是差強人意 特別是今天輸給魔術 戰績是由回到三勝三敗的五成勝率 雖然說才剛開季而已 但比賽內容真的是有夠醜陋 除了開賽慢熱 六場比賽下來第一劫平均要輸給對手11.8分之外 每一場比賽更是會被對手靠著二次進攻得到將近20分 而這看似基本功的場上拼勁 也正是他們這一戰兵敗奧蘭多的最大原因 都很快而慈賞人了 state steel前排中 他們不切會抱怒 走起難風裡的一次 走掉! 打插隊正戰 打揽入來出賣 反彈ers 打出ging 打獎 打掃 動 打將 我教練教練說 你看 你回到同樣的位置 大家都在打敗 你知道你會失敗 LeBron就來 禁止他 他看著左手 就像他知道他不能打開左手 現在你正在打開 大家都在好位置 現在AD有獲勝 LeBron 推他到後面 LeBron 推他到後面 像他們剛剛做了AD 那會不會發生 有一說一 虎人開季也是有些傷兵出現 包含進入腦震盪程序的八村壘 Torin Prince以及Gab Vincent的人 讓原先封獻海的陣容 頓時捉襟見走 但開季下來所展現的態度 著實讓球迷直搖頭 甚至這樣比賽結束之後 暫謊LeBron 還對總教練的賽後 發言頗有為辭 當然姆斯的意思不是要跟教練對著幹 而是想表達虎人絕大多數的球員 都清楚知道問題在哪 教練團不需要對外發話 但即便如此 這兩人一來一往的發言 不免還是讓人聞到空氣中的尷尬 只希望接下來紫禁城內 維持祥可的氣氛啊 不然原本上三季殺盡習慣的希望 新球季都還沒打到一半 就要再度變成失望了啦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PSocial